最後希望可以像剛剛那個題目要求是這樣 就是對角線部分把它填一個底色是橙色的話 那當然你按一下它有沒有就這樣 然後清除格式可以把它清掉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可以加上去也可以把它去除掉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加上去 那甚至其實這邊所有一切啊 框線那些其實都可以把它寫成一個層次 所以一切按下去整個就是反而不存在 可以讓它變成馬上顯示出來也絕對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只是說你會不會把這個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這個程式只要再加兩個SUB 那這兩個SUB怎麼加 當然這邊有兩個按鈕 一個是要陳述被陳述是相 兩個值是相等的 所以我簡稱一下陳述被陳述相等 再按下它就有這個效果 然後另外一個是把它的格式清掉 那要怎麼寫 接下來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步一樣 切到這個Visual Basic 那記得Visual Basic你賺寫的話 一定第一步沒有模組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什麼 按右鍵插入模組 這個是第一個標準動作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打一個SUB就可以了 那我這兩個先刪掉 我重來一遍好了 我先這個字把它先複製一下 那我這個程式呢 怎麼產生比較快 那其實因為這個有些東西 規則兩個迴圈都固定的 所以呢我乾脆拿這邊 這一個清除拿來改好了 所以我把這個清除的 這一個SUB跟ANDSUB把它複製過來 那複製比較快的方法是 拖拉加Ctrl鍵 有沒有 或Ctrl-C,Ctrl-V也是一樣 我喜歡拖拉加Ctrl-C,Ctrl-C 比較快一點 OK,接下來的話 我們名稱改一下 叫乘數倍乘數相等的話 把它畫一個對角線 對角的填滿 那怎麼填滿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就是判斷當它這個I 減掉多少 減掉3的時候 那J如果減掉1的話 兩個如果是相等的時候 那就幫我把底色換成橙色 所以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上一個底色變更 OK 就這樣而已啦 其實也 那怎麼寫 接下來這個可以先拿掉了 那我來寫在這下面 所以你要讓它知道 如果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什麼條件 I減掉4 減掉3才對 如果等於什麼呢 J減掉1 當然你I追兩個顛倒都沒關係 反正它這個是邏輯判斷 如果兩個相等的話 有沒有 如果它這個1 這個本來是4嘛 4減掉3不就1嗎 跟這邊 這邊是多少 跟這樣 應該是這個是2 2減掉1 是1 這個減掉3 兩個如果相等的話 那就幫我把這個的底色 換成橙色 所以然後 then 這個可能固定的寫法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 IF 那有IF的話 底下通常會有END IF OK 也就是說這個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你要過去的話 你要進到裡面的話呢 一定要符合這個條件 才能夠進到裡面 如果不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那就會跳過了 就不會執行下面的橙色 按個TAB 什麼什麼動作呢 就是底色變成橙色 所以下面那一行程式 就是要把底色變成橙色 那底色是什麼 底色是什麼 前面我們有講的 Sales點 點下去之後的話 有個INTERRIAL的卡 INTERRIAL 有沒有 這個INTERRIAL的這個 這個屬性 就是底色的意思 那一般的話 Sales先不要打 我們本來是有刮弧 IDO點追 不過先不要打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打 點下去它不會提示 但如果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提示刮弧先不打 最後在 不過最後記得一定要打 那個刮弧 刮弧再把它放 如果你沒放的話 那會全部都變成橙色 OK 所以底色 INTERRIAL 點什麼呢 顏色嘛 它的底色 所以這個是底部的顏色 顏色 等於什麼呢 顏色是 橙色的話是RGB 我前面講過 顏色的話就用RGB來定義 那R的話紅色 就0到25啦 G是綠色 B是藍色 一樣都0到25 所以呢 我如果要 橙色的話 那問題是要填入什麼樣的數字呢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常用裡面油漆桶 然後你可以先選那個橙色 然後呢 再把它改成其他色彩 這邊就告訴你了 255 190 192 然後0 按這個 這三個數字填上去就是橙色 OK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大概用這個方法蠻簡單的 那我們把這個RGB後面填255 第一個是R162是G 是綠色 沒有藍色 OK 那這樣的話填出來 那就會是所謂的橙色了 然後最後記得把瓜糊把它補上來 好 這樣橙色就寫完了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回缺裡面 我做了一個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就是IA減掉3之後 跟J剪掉E之後 如果相等的話 那才幫我加上底下的這個橙色的動作 那如果不相等的話 那就跳過 跳過就是它跳到END IF 不會進到裡面喔 OK 有點像你那個 做捷運刷YOUO卡 一刷B就可以進去了 但是你沒有刷 抱歉進不去 閘門你就只能從外面經過 你不能進到裡面 OK 到底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這個IF的話 其實常常用到 就是幫助你做判斷 所以如果你有些資料 是固定有一些邏輯 你就寫在這邊就好了 OK 那我們最後把它執行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就會按照我們給它的規則 馬上有沒有 這個兩個相等 它就會把相等的這個橘子色的部分 填完了 所以它是一個一個一個的 幫你檢查 檢查到這裡 OK 那最後的話 當然要把格式清掉 其實這個不清掉當然也OK啦 只是說一般習慣 我就有那個互動性的話 那我最後再把這個怎麼樣 把這個SUB把它複製一下 放到這邊來 那這個的話把它改成什麼 清除格式好了 清除格式 然後格式怎麼清除比較簡單呢 當然方法很多啦 不過一般習慣是這樣 就是直接把這個本來是 這個是橘色嘛 橙色啦 把它改成沒有顏色 那沒有顏色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打 如果沒有顏色 記得有一個 這個這個敘述的方法 叫XL 記得開頭一定要XL 我們來縮寫 加一個沒有 叫None 叫XLNone 意思是說沒有色彩 沒有顏色啦 裡面的話就是沒有色彩 OK 那如果沒有色彩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程式 只有改幾個地方 改這個名稱 然後改成色變成這個 然後直接執行 那你會發現喔 它顏色就去掉了 但是其實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寫另外一種方法 不要邏輯判斷嘛 全部都變成沒有顏色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甚至邏輯都不用 最簡單的方法是嗎 清楚的話 其實是這樣 乾脆這些都不用寫 你就寫什麼 寫這樣然後連刮虎都不用 這樣子就 Sales沒有刮虎都全部 全部的儲存格 對於底色變得沒有 我們來試一下 我印象中這樣也可以喔 試一下 這個是有顏色的喔 那這個是 因為本來有些就是沒有 沒有就還是沒有 那有顏色就去掉 我看一下這樣會不OK喔 可以耶 有沒有 所以甚至清除好像不用寫那麼複雜 但是如果將來你只是希望說 只清除部分幾個的話 那就可以用剛剛的寫法 OK喔 就Sales不要刮虎 不指定哪個儲存格 它的底色全部改成沒有 這樣比較快喔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吧 最後的話 再增加兩個按鈕 按鈕應該會做吧 這邊插入這個按鈕 然後你就點旁邊一下 然後就是再去指定這個 這個哪一個這個Sub的名稱 然後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把這個上面的名稱 把它改成那個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這邊就清除了 這樣子 其他的話 我想各位自己再把 這四個按鈕完成 最後就把它存檔 記得喔 儲存檔案的時候 記得把它另存新檔 因為它原來格式 是什麼ODS 那記得喔 把它改成什麼 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因為我們裡面已經有寫VBA了 你不能存成活業部 一定要啟用聚集活業部 一定要啟用聚集活業部 然後把這個的名稱 改成叫108A 後面記得是啟用聚集活業部 你千萬不要存上面這個 如果你存這個上面這個的話 你的VBA就會全部消失了 等於白做工了 記得一定要啟用 儲存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大功告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